2001年,一款《傲视三国》惊艳导师人 漂亮的画面,出色的手感,以及后到的单机流程 让它成为了很多老玩家,难忘了记忆 但同时,它的系统复杂 某些关卡的难度也有点过高,又劝退了很多新人 我当年也是本地的经销商之一 记得老是有人跑过来,跟我吐槽《傲视三国》玩不太明白 又或者是吐槽难度太高了,简单模式都打不过去等等 游戏开局是可以从位属吴三方势力中任选一个开始的 但刘备作为《三国演义》里的主角 他肯定也是很多第一次玩的人优先选择的主角 结果被几场逃亡战折磨到不行,难倒了一票新人 那么今天咱们就开个刘备线 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玩和折磨人的地方 话说三位主人公当中,曹操一直都很强势 孙权有爸爸和哥哥帮忙打天下 唯独刘备的前半生非常坎坷 除了关与张飞两个小弟还比较能打之外 可谓是缺兵少将,很难独挑大旗 所以他在前几关当中一直是跑来跑去的帮别人忙 比如第一关的目标就是去帮青州太守防御黄金军的进攻 第二关卢之跟张角在广宗城大战 我们又要跑过去给卢之打下手,帮忙搞建设 每次好不容易生产出马 卢之的手下就会快速过来直接把马给抢走 导致我自己的士兵只能赤脚赶路,郁闷不郁闷 可是郁闷也没有办法呀,谁叫选的是刘备呢,只能到处打砸了 之后又要去尹川救援黄斧松 去徐州帮陶仙防守 好在这些战役当中至少还有做主城能够搞搞发展 难度倒也不是很高 真正让许多人难忘的是两场逃亡战 第一场是控制关羽,过五关斩六将 关羽知道兄长还活着,立刻离开曹营,准备去跟刘备碰面 沿途需要通过好几道关卡 我们可不能只顾着自己脱身,还要照顾好二辆马车 里边是刘备的两位夫人 身边则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名步兵和骑兵 在解决了眼前的追兵后,很快便会迎来第一位拦路虎,孔秀 他是东岭关的守将,人狠话不多,上来就是杀招 一定要活用空格剑进行暂停 根据对方的位置随时调整战术 优先干掉孔秀这个最大的威胁 但即便是有暂停功能的帮助 一波战役结束后,我的手下也都残血了 关羽的马也正亡了,只能以步兵的姿态前进 行至四水关,太守便喜已经在此等候多时 此人是个笑面虎,跟关羽闲聊的荡 偷偷派遣部下,从旁边进行伏击 我手下的那点残血人马根本不是其对手 很快就被全部歼灭 剩下关羽一个人,面对便喜和他身后的一群小兵 只能边战边逃 好在便喜作为大将,他有自己的一块活动区域 不会无止境的进行追杀 可以将那些小兵引诱出来,逐个击破 而且此时的关羽也已经升到五级 学会了吸血技能 可以利用对方的小兵补充点能量 特别是弓兵,基本上挨一下吸血就挂了 不过技能有很长的CD时间 这个当中就只能跟小兵们绕圈圈了 堂堂乖云长,居然被两个小兵追着绕树躲猫猫 你敢信 在干掉便喜的那一刻 我真的是长出一口恶气 整整用了15分钟就是为了对付你 走了没多久 新阳城的太守王子挡住去路 此人说话挺狠 可是一番逼逼话根本不进行单挑 而是立刻往关卡的方向跑 接着嘛,你懂的,又是一堆小兵冲过来 我只能顾忌虫师,跟他们绕圈圈 又用了好久才把王子的小弟们清理干净 正好吸血技能也冷却了 就用你的血补充一点我的血吧 穿过行阳关的时候 胡斑带着一群手下来投奔 此人原本是王子的部下 单单是看了一眼关羽的外貌 就立刻被他的卧蝉眉,单凤眼和胡须折服 也是够直男的 不过这点援军真的不够用啊 后方的敌人如潮水般涌过来 我反正是没有本事全部消灭掉 干脆把小兵留下来殿后 延缓一点追兵的脚步 关羽和胡斑两员大将 带着刘备的老婆继续逃命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人多我就逃 看见落单的小兵便回过头来斩杀掉 到最后就只剩下关羽和马车黯然无恙 两条船已经在岸边等候多时 费了好大的劲 总算是上关二爷闯关成功了 关羽逃亡成功 接下来又要轮到刘备逃跑了 他的前半辈子都是在各种危机中度过 其中又以新野逃亡战最危险 差一点就没命了 西元2008年 曹操率领50万大军 对刘备所在的新野发动攻击 曹操不仅兵多 而且良将也多 刘备只能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 放弃新野 朝着凡城所在的方向逃跑 后面跟随的那些挑担子的 推小车的 全都是新野的老百姓 大家愿意追随刘皇叔到天涯海角 问题是皇叔现在自身难保 手下都没有几个小兵 唯一靠得住的大将就只有个赵云 敌人的攻势又猛 根本不给喘息的机会 刚一进地图 许楚便带着大量的人马来袭 好不容易将其击退 下猴敦 曹洪的部队又从远处围拢过来 在经历了开场五分钟的血拼后 小兵死伤一地 剩下的我也不敢让他们向前跑 和刘备一起在后面保护老百姓 这场战役刘备当然不能挂 老百姓如果死伤过半 也会宣告失败 所以还是让他们远远的跟在后面得了 只派赵云一个人前进 他确实是个猛将 皮厚肉粗 看到数量不多的小兵就直接干掉 看到大将和小兵同时出现 就将其引诱到我方部队面前 然后合力击杀 路上会遇到关羽 关平和周苍组成的持员队伍 这些猛将的出现 让压力顿时减轻了好多 关键是他们还带了好几匹马 可太好了 赵云的马早就阵亡了 如今总算是又可以恢复成骑兵姿态 很快张飞也找到了 不过我还是选择让赵云一个人在前面探路 毕竟他已经5级了 战斗力明显高于其他人 控制起来也相对简单些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玩RTS 实在是没有本事分别操控两名武将 在地图上各干各的 还是老实点好了 没血了就去找刘备 他是个奶妈 战斗不给力 但是负责加血妥妥的 就这样缓慢前进 曹虹 乐静等大将 纷纷被赵云斩于马下 敌人的AI水平很低 数量多的时候 找个树丛或者佛像什么的 跟他们绕圈圈 说不定就会卡住其中的一部分 实现分批击破 就这样走走停停 终于在地图的左下角 发现了座大城市 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是凡城了 诸葛亮带着两个小兵 站在城门口等我们 但是已经没他什么事了 赶紧让刘备和百姓进城 百姓当中还有个走得特别慢的老头 远远拖在后面 没办法 赵云充当下护花使者吧 陪着老头慢慢走 刘备虽然进城了 可是老婆弥妇人和儿子 阿都还圈洞丢了 于是赵云自告奋勇 回头去替主公寻找家人 这也同样是三国演义里 最抓人眼球的桥段之一了 毕竟个人英雄主义的描写 总是很令独者亢奋的 也因为如此 跟三国相关的游戏 只要条件允许 都会尽量加入这个桥段 二十三国也一样 不过难度之高 真不是盖的 上一场还有个奶妈刘备跟在后面 随时能加加血 到了这一场 开局就只剩下 二个弓兵和二个枪兵 连同赵云在内 总共五个人 要面对的则是无穷无尽的曹军 基本上没走几步路 就是一波敌军 当中不乏张和 徐楚 夏侯敦之类的名将 我第一次打的时候 手下的四个小兵 很快就全部阵亡 赵云的马也阵亡了 面对敌人的骑兵 根本逃不掉 加血也没第二家 第二次换了种战术 让赵云在前面 一点一点的探路 看到敌人就立刻后退 将他们彼此间拉开距离 然后用小兵配合 逐个击破那些追过来的敌军 一段时间后 赵云升到五级 学会了吸血 生存能力大大提高 这张地图 唯一的好处就是马匹多 毕竟是刚经历过大战的战场 到处都是没了主人的马匹 大部分时间里 都能够以起病的姿态 跟敌人周旋 走了也不知道多久 终于发现了 弥妇人的身影 她躲在一面破墙的后面 暂时没被敌人抓到 接下来 就是耳熟能详的情节了 弥妇人把恶斗交到赵云手中 知道自己不可能一起逃出去 选择投井 此时赵云的身后 只剩下一个小工兵跟着 其他随从全部阵亡 我一路上都在找地方 把这唯一的宝贝工兵藏好 自己到前面去单挑 在对方只剩下大将的时候 再把他吸引到工兵的射程范围内 别说这个方法还蛮好用的 在战胜了最后的蓝路虎张疗后 就只剩下零散的小兵 不足以对我构成威胁了 顺利过桥跟大军会合 俗话说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刘备在经历了前半生的颠沛流离后 终于开始走上正轨 用计谋赚取了东吴的荆州 接着开始进军巴蜀 攻陷武林 林林 贵阳 长沙四座城后 又拿下成都 建安24年 刘备自立为汉中王 总算是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不过很快就发生了件大事 关羽在进攻曹操城池的时候 东吴一边的吕蒙 也偷偷率领军队渡江 夺取了荆州 关羽进退两难 败走麦城 跟杨子关平一同遇害 刘备闻讯后 亲自率兵攻打东吴 三国演义里的刘备 号称是率领了70万大军 可是进入战场后 发现好磕撑啊 两架云梯 两架投石车 还有一点点的步兵骑兵 这也就是70万大军 好在前方不远处 有座叫怡陵的城 可以打下来当做大本营使用 守城的士兵意外的非常多 一波一波的从里边涌出来 居然还挺难打的 不过有了成就好办了 赶紧建造了一大批农民 再把基础设施都建造出来 接着便是源源不断的 制造士兵和战争机器了 这一关的任务目标也很简单 攻占东吴全部的城市 把这个事例从地图上抹去就行了 不过执行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 东吴是鱼米之乡 想要进攻别的城市 首先得在怡陵建造船屋和码头 再利用船屋建造出船用来渡江 别看船小容量足足的 每一条都能装进好多好多骑兵 由于不了解地图的结构 大部队不能盲目行动 我造了条草船用来探路 反正便宜的很 万一被击沉了就当炮灰咯 一番探查后 发现了建业和柴桑 那可太好了 赶紧快马加鞭的制造兵器 毕竟是隔江作战 最好能够一波搞定 否则前面攻城的士兵被消灭了 后面的部队又赶不过来 那就尴尬了 孙权也没闲着 持续派部队过来骚扰我 只是这么一小股一小股的 过来攻打城门 还不带投尸车和云梯等工具 实在是无法形成威胁 来一波送走一波 根本就是在浪费资源 我还造了一堆天神渊 这个玩意儿以前我们都叫飞机 用来将士兵直接送进城内 攻城的时候可能受到奇效 奥氏三国一向是以系统复杂著称 比如说想要制造骑兵 首先得制造农民 再把农民送进兵营里边 去训练成士兵 还要生产马匹 让步兵跑过去对马匹进行骑胜 他们才会变成骑兵 然后还要制造运兵船 总的来说挺耗费时间的 集结出足够数量的大部队 是时候来一波进攻了 率先攻打的是剑叶 这一座城有一面锦铃水域 也就是说可以不用进攻城门 把运兵船开到锦铃的水域前方 就能直接杀进城内 不过还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造了一堆霹雳车先登岸 万一敌人有重型兵器 集中在城门口的话 我的骑兵登岸后必定会死伤惨重 所以有必要把城门一带先清理一下 以防万一 树台霹雳车同时进攻的效果 真的是太炫酷了 城墙上的小兵根本招架不住 其中的一部分还在视线以外的时候 就已经被轰成了渣 觉得城门一块的士兵被清理的差不多了 旁边的骑兵立刻登岸 剑叶内部的士兵也纷纷扑过来 数量还挺多的 但基本上都是步兵 这些电脑对手很少制造骑兵 也是件好事情 让我们在战斗的时候占据绝对优势 为了让场面显得壮观些 我特意多造了点骑兵 前面打的热火朝天 后面源源不断的进行登陆 让孙权感受下什么叫绝望 接下来就是柴桑了 两座城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我甚至懒得等攻城兵器就位 直接让骑兵突过去就完事了 最后要打的是荆州 在地图上荆州其实就是一座城池了 只不过这座城池在离我们很远的位置 还是得先利用码头和船只 将兵员输送过去 我目前有三座城 造兵的速度那叫一个快 集结出超多部队 准备来一波视觉冲击 没想到荆州的守军数量居然也超级多 还没进到城里 敌人就已经纷纷涌出来 在城外杀的是不亦乐乎 我也是太轻敌了 没有把攻城兵器带过来 以为单靠骑兵部队就能轻松拿下 结果在城外激战了好久 视觉效果还蛮好的 不过这波敌人消灭光后 城内就几乎没有敌军了 一路平推过去 彻底消灭了东吴势力 对的哟 这里改写历史了 二十三国里的曹操县 是很尊重史实的 打到最后 曹操曹已经驾鹤西去 君主从曹丕变成曹瑞曹芳 然后又是司马家族篡位 建立了晋朝 但是刘备县就没这么写实了 原本被陆逊大败 在白帝城郁郁而终的刘备 此刻无比生勇 真的把东吴给灭了 诸葛亮则带兵讨伐 彻底解决了蜀国的后顾之忧 接下来便是跟曹操的决战了 刘备意气风发 御驾清真 打得魏国军队接连败退 魏国的都城洛阳已经近在眼前 我们也将迎来最后的战役 长安是我们开局拥有的唯一主城 不过这座城的环境很靠谱 敌人只能从前方大门来犯 属于一手难攻 我方开局也是人员齐备 小兵武将给了一堆 心里非常踏实 打到这儿 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很熟练了 农民分工明确 快速完善城里的建筑 赶紧把科技升上去 作为最后的战役 敌人来的速度也跟想象的一样迅速 很快门口就来了一堆的骑兵步兵 当中还有大将疯狂砍长安城门 关键是弓箭手源源不断的到来就很烦 二十三国脸 双方的弓箭手都可以隔着城门和城墙对射 场面看起来很滑稽 关键是城内射城外没有任何的加成 很快我的弓箭手 就纷纷被对方持缘过来的弓箭手射死了 对于这个情况我也不是很慌 派出一群农民 在弓箭手射不到的位置修城门 你打我修 嘿嘿 不过始终还是破坏的速度更快一些 好在投尸车的制造工艺也达标了 两架新鲜出炉的车子 现在前面顶着 后面的也一辆接着一辆的陆续到来 这个东西就厉害了 简直是小兵克星 打得准的话一发下去就能砸扁一群小兵 随后更是把夏侯敦 曹虹等好几个过来攻城的武将都砸扁了 简直不要太爽 敌人也曾尝试用云梯 从旁边的城墙攻上来 但这也怎么可能成功呢 我城里早就是兵强马壮 城下站着茫茫多的骑兵步兵工兵 都等着出发了 还怕你几个爬墙的小鬼 连续的守了几波后 觉得是时候给曹操致命一击了 为了让视觉效果更好些 我特意多造了很多骑兵 用人海战术淹没敌人 毕竟是最后一关了嘛 总要有点仪式感 有密集恐惧症的哥们儿 不知道看了会不会鸡皮疙瘩掉一地啊 这一关的任务目标是攻打韩谷 鸿农 铜关和洛阳 讲道理难度并不算高 几块地方也没有强制的攻打顺序 我在打下洛阳后 以为会迎来结局 但事实是战役仍在持续 因为其实还有个同关没有打 一定要把这个关卡也打下来 才算是结束 刘备神勇无敌 御驾清真干掉了东吴 随后有北伐干掉曹魏 结束乱世 成为了中原唯一的霸主 奥氏三国随后发行了个叫三分天下的DLC 里边改进的东西很多 且三个国家的任务都是全新的 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 今后我也会尝试用虚拟机 运行三分天下试试 只要运行得起来 就跟大家继续聊聊三分天下里的虚文 明星辞长 明星辞长